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 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因着信德 先人们都曾得了包养 因着信德 我们知道普世是借天主的话形成的 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 因着信德 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 比佳音更高贵的祭品 因着信德 亚伯尔被包养为义人 因为由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 因着信德 他虽死了 却仍发言 因着信德 哈诺克被揭去了 叫他不见死亡 世人也找不着他了 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 原来被接去之前 已有了中越天主的名证 没有信德 是不可能中越天主的 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 应该信他存在 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 是赏报者 因着信德 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 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 为救自己的家庭 因着信德 他定了世界的罪 且成了由信德得正义的成绩者 因着信德 亚巴郎一蒙照选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 他出走时 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因着信德 他履居在所应许的地域 好像是在外邦 与有同样恩许的成绩人 伊撒格和雅各伯 寄居在帐幕内 因为他期待着 那有坚固基础的城 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 因着信德 连使女撒拉 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 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 为此由一个人 且是由一个已禁于死的人 生了子孙 犹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 又如海岸上的沙利 那么不可胜数 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 没有获得所恩许的 只有远处观望 表示欢迎 明认自己在世上 只是外方人和旅客 的确 那些说这样话的人 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 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 其实 他们如今所可念的 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 即天上的家乡 为此 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 不以他们为羞耻 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着信德 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 献上了伊撒格 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 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 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 才称为你的后裔 他向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 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 以作预像 因着信德 伊撒格也关于未来的事 祝福了雅各伯和厄撒乌 因着信德 临死的雅各伯 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 也扶着若瑟的帐头 朝拜了天主 因着信德 临终的若瑟提及 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 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 因着信德 梅瑟一诞生 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见婴孩俊美 便不怕君王的御令 因着信德 梅瑟长大以后 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 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 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 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 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 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 因着信德 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 而离开了埃及 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 而坚定不移 因着信德 他举行了逾越节 行了洒血礼 免得那消灭守生者 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生者 因着信德 他们渡过了红海 如过汉地 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了 因着信德 耶里哥城墙被绕行七天之后 就倒塌了 因着信德 妓女腊哈布平安地接待了侦探 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灭亡 此外 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 再论述 基德红 巴拉克 三松 伊福大 达卫 和撒木尔 以及众先知的事 他们借着信德 征服列国 执行正义 得到恩许 镀住狮子的口 熄灭烈火的威力 逃脱利剑 转弱为强 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击溃外国的军队 有些女人 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 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 不愿接受释放 为获得更好的复活 另有些人 遭受了凌辱和鞭打 甚至锁压和监禁 被石头砸死 被锯死 被拷问 被利剑杀死 披着绵羊或山羊皮 到处流浪 受贫乏 受磨难 受虐待 世界 原配不上他们 他们遂在旷野 山岭 山洞和地穴中 漂流无定 这一切人 虽然因着信德 获得了褒扬 但是 没有获得所恩许的 因为天主 为我们早已预备了一种 更好的事 以致若没有我们 他们绝得不到成全 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